十有八九就是良成 就是 你看 这一块二闹三上吊的 明显是 怕苏姐姐开关掩尸 依我看呀 谁不让开关 就把谁打晕 看谁敢拦着 要真爱你这么办的话 那有人该说 明镜鼠横行霸道 不尽死者了 谢维明你这么大人了 不知道涨上脑子 如双跟了小苏这么久 成熟了不少啊 这句话看似是在夸我 其实是在夸苏姐姐吧 不过我也收下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就这么干坐着吗 就这么一个皮胸 这血迹怎么摘上去的 都不知道 怎么证明 这就是个凶器呢 对呀苏姐姐 你怎么知道 这皮胸上的血 是砸两老爷的时候 弄上的 而不是他撞上桌脚的时候 飞溅上去的呢 北渊 你帮我们准备几个 灌了水的羊肠 好 好 能尝 现在呢 我把这个 放在桌脚上 裴兄 你帮我按一下 好 哦 你们看 如果 梁老爷的头 直接撞击桌脚 那么血迹 应该呈现扇形分布 接下来 我来模拟皮胸 撞击右侧额脚时 血迹会分布在何处 裴兄 来 你帮我拿着这个 然后用掌心垫着 把它放在你的 右侧额脚 苏姐姐 要不我来替少爷吧 卢硕 咱俩快往后 好 现在你站在桌边 如果梁峰是站着被撞击 那么血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当然了 双方位置不同 血迹也会不同 比如 是以这种方式撞击的话 那我使用的力气没有刚才那么大 血迹也会相应的不同 裴兄 你第一点 如果我是从后面撞击的话 角度也会不同 只是 这梁老爷的房间血迹的分布 完全不是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而且皮修的摆放位置 也在血迹产生的范围之外 也在血迹产生的范围之外 我先回房间换衣服了 嗯 裴兄 苏姐姐 下手有点太狠了 就是啊 少爷肯定生气了嘛 苏兄 他好歹是个王爷 被你弄得这么狼狈 是不是有点 快去哄哄吧 快去 嗯 裴兄 我刚才是太狠入了 我 回来 我还是走吧 回来 转过来 你把我当道具 砸了个遍 就没什么表示吗 嗯 那 你想怎么样 帮我擦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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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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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都是打仗的时候留下的吗 嗯 你这是 武器还没消呢 帮我穿衣 这样总行了吧 还不行 那要怎么才行 这让你应该行了吧 嗯 嗯 嗯